大家好,我是手艺人Jaden,有名吴老板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学习 讲下我们的前端技术 前端指的是什么? 是这样的 看我们这张图 我们的前端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展示内容的技术 叫前端技术 我们的客户端比如说用的是浏览器 用户用的浏览器访问的我 浏览器给我的后台发了一个网络请求 比如说这是我的后台 他发了个网络请求 比如说输入一个网址 他是不是就想看我的网页 我这些网页对应的ATML文件 其实每个网页都是ATML文件 里面写了ATML文件代码 然后干什么呢 写完好的代码之后 再把这个文件内容读取出来 代码内容读取出来 返回给浏览器 能够自动解析ATML的代码 这个里面写的ATML代码 就是前端的编程 前端技术 就是我们所谓的前端开发 前端开发就是主要写ATML文件的 好吧 这个文件给浏览器之后 浏览器解析 就看到了前端约面效果 所以说我们管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前端 前端 好吧 叫前端开发 那这里面塞一些动态的数据 什么时候塞的呢 一般 就是 我先不说前后端分离与不分离 我就说这种 传统项目都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后端 比如说用PHP 在ATML文件当中 写一些 里面写一些PHP的代码 然后通过PHP那个什么 比如我们之前安装的 那个PHP-FPM 它将ATML文件里面写的那些PHP代码 全部转换成什么 ATML代码 转换的同时 它这里面写的那些PHP代码 其实会在这个ATML文件当中 动态加入一些数据 它对那个ATML PHP代码一解析 解析完了之后 这个数据就加到了 ATML文件当中 然后这个文件再返回浏览器 浏览器展示这个页面的时候 就把相应的数据就给你展示出来了 明白意思吗 而后端开发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做动态的数据处理的 好吧 做动态数据处理的 那么这些后端的逻辑 我们开发 叫什么 后端开发 后端开发 语言有很多 像PHP Python Java C Ruby Pro等等 有好多 好吧 前端 没有那么多 前端就是什么 总共这么几个技术 一个ATML 一个CSS 一个GS ATML是写 网站的整体的框架结构的 CSS是让网站变得 什么 有色彩 好吧 做排版的 做样式效果的 GS是做动态效果的 有些页面是不是可以有轮波图 几秒钟自己播放一次 对吧 都是GS干的事情 那这几个呢 我们这个在前端技术当中 我们都会去讲一下 会学一学 好吧 明白这个过程了吗 那明白这个过程以后 明白这个过程以后 我们再来干什么呢 就是学一下前端开发 ATML里面 这些代码到底如何来写 好吧 到底如何来写 那么前面我们还学到了吗 学过了什么呢 学过了买色录数据库 对不对 那后端其实动态添加数据的时候呢 后端的语言都可以干什么呢 它都支持连接数据库 这些语言啊 内部都支持 连接数据库的什么呀 功能 功能 它里面都有相应的功能模块 直接就可以连接数据库 连接MySQL 比如说 从MySQL里面读取一些数据 然后加工到ATML文件当中 ATML文件再返回给浏览器 浏览器就看到了数据库里面那些 想要展示的那些数据 好吧 这是整个这个过程 整个这个过程 而中间负责什么呀 就是接收请求 然后做响应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这个Web服务器 Web服务应用程序 就是咱们的NGX阿发奇等等 好吧 就是它 所以说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 组合下来 我们自己比如说去开发一个完整的网站 我们需要写哪几块那种 首先我们要创建个数据库 存我们的网站数据 对吧 还要干什么呢 部署一个Web服务应用程序 用来接收网络请求 给网络请求返回相应的 响应的 是不是 相应的页面的 还需要什么呀 刚才画那个图 等一下 画这吧 需要什么 数据库 对吧 需要这个Web服务应用程序 还需要什么 后端代码 后端代码处理动态逻辑 对不对 还需要写什么 写好前端代码 那些actml文件 对吧 把这里都做好之后 你这个项目算是OK了 那客户单浏览器过来访问你 首先找你的 比如说NGX 好吧 NGX NGX干嘛呢 NGX去打开actml文件 如果这个actml文件是纯静态的 那它打开就直接返回了 那如果说这里面需要展示一些动态的数据 它就交给谁呀 它就交给php 比如那个php fpm 是不是 交给它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些后端 后端开发人员写的php代码 然后调用php fpm 解析这些代码 然后这些代码呢 解析完之后 就会生成actml文件 再交还给NGX NGX再返回 而这里面加工用的一些动态数据呢 可能是php 后台代码 去数据库里面拿来的数据 好吧 是这样一个过程 没有吧 但是不管说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加工 最终返回给客户的都是什么 editmail页面 editmail页面 好吧 也就是最终都是那些editmail文件 代码 也就是我们的前端代码 所以说前端代码就是用来展示的 动态的那些那种交给后端代码做的 好吧 这是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些东西都给它装好 都需要装好 然后再去写editmail标签代码 然后一步步的学习 那这些东西我们挨个去装 我们前面其实也学过了 也会装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再去装一遍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叫phpstudy 这个phpstudy叫集成环境 叫集成环境 它里面集成了什么apache ngix 还集成了什么数据库 集成了mysuckle 然后还集成了什么呢 比如说你是php的网站 它叫phpstudy 它是专门用来什么呀 这个跑php的网站用的 一套软件 一套软件 里面集成了php的各种环境 比如说我们那个解析php代码的那个phpfpm那个服务 它也装好了 我们在这个phpstudy 安装完成之后 它里面会有一个特定的目录 那个目录里面 我们直接写php的代码 或者写actmr代码 它就能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全部运行起来 打开浏览器 直接就可以访问了 所以说有这个东西在手 就非常的方便 但是这个东西呢 一般不会用在生产环境上 为什么呢 因为生产环境 其实我们要做各种控制的 而phpstudy呢 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的 快捷的部署项目的这种功能能力 但是呢 它里面其实很多东西 都需要什么呀 其实每一项细节里面 都有很多东西 需要专业人员单独去设置 才能把这个网站做的什么呀 就是安全性也好 性能也好 都会非常的优秀 好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都是我们自己玩实验用的 明白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东西安装一下 那关于这个网站开发 所需要的一些技术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先停一下视频 啊